尼西亚南达大师 大家好,我是曼尼西亚南达大师 是印度教大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帕尔玛西沃上师 在刚才大师在自己的官方脸书上发布了一条 让人非常揪心的这样一条讯息 就是在目前的印度的北部 在这个恒河有这个大的洪水的泛滥 它呢,还是以非常快的速度 在往这个下游去流动 还会经过非常多的这个重要的城市 在这些地方呢,还有非常多的人在居住 他们的生命都是 可以说有非常大的生命的安全的影响 所以呢,大师在这个脸书上发布了紧急的通告 也希望所有的同修在这一刻 立即的转达这个讯息 尤其是在印度北部恒河岸的 我们所知道的这些亲朋好友 或者是我们联系网能够涉及到的人 让他们立即的得到这个讯息 立即的把自己保护起来 同时呢,大师也宣布在2月11号这天呢 要为这些在大洪水当中受难的这些人 做超度仪式 把他们的灵魂超脱这样 让他们免除所有的这些灾祸引起造成的这个痛苦这样 这个可以看到大师在对人类的爱有多么的伟大这样 也就是说所有这一切事实上 他没有 也不是说必须 是他一定 怎么讲 也就是说他在为人类的付出是完全无条件的 完全最细致 最体贴 而且是让我们觉得 有太多太多的爱在给人类 所以呢 也希望 第一 大家要积极的第一时间 把这个讯息传递出去 第二呢 也希望大家都加入到我们的祈祷 为所有的这些受害受难的这些同修 这些同修或者这些居民呢 去为他们祈祷 希望他们尽快的康复或者免除灾难这样 再有的就是2月11号 事实上对华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就是我们的除夕夜 在除夕夜呢 能够为自己的家人超度 这个吉祥是 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 也不知道有多久才能有一次在除夕夜 有这个超度仪式 所以呢 希望所有同修都在这一天呢 为自己的祖先超度 让他们的灵魂能够真正的走向 超脱 政务圆满 也同时呢 通过这个超度仪式呢 帮助自己还在世的所有的家人呢 也从这个业力的纠葛当中 解脱出来 给自己的全家人一个最吉祥的一年的开始 就是所有的这些业力的消除 都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财运 事业以及健康运都打开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大师给我们的福报吧 所以请所有同修都抓住这个机会 在2月11号 供奉超度仪式 为你们全家所有的离开的人超度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给你调良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